許家印被捕 上海出現人民武裝部 公務員譚不堪降薪 農民訪問住院期間被暴力綁架 多個團體在東京抗議中共迫害人權74年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王曉祥 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頻道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恆大創始人許家印被捕一事繼續發酵 觀察人士都在關注 中國房地產的崩塌可能已經開始 這樣對中共政權又有哪些影響 旅居美國的企業家孟軍在《精英論壇》上分析說 許家印被捕標指著恆大徹底跨調 預視著房地產時代已經徹底結束 但恆大不僅僅是房地產 它與金融系統緊密掛勾 不要小看這件事 不僅是恆大 接下來還會有很多類似恆大的房企 包括融創、碧桂園、遠洋 以及央企的華潤 都會爆煲 孟軍透露 就在上節目當日 自己剛得到一個確實消息 北京的朋友說 北京的一間專起別墅 和四合院的大型房產公司叫太和 也誇吊了 只是現在國內媒體不可報導 因為房地產牽涉了太多產業 孟軍說 房地產帶動五、六十個行業 鋼材、水泥、木材、運輸、家電等等 但中共沒有好好發展這個行業 就是將房地產作為權貴套現臉財的工具 現在就只能收獲惡果 恆大會導致整個房地產行業的崩潰 進而導致全國性金融系統的崩潰 甚至整個國家經濟的完全崩潰 知名財經自媒體魯曼今年3月也曾提出 中共經濟崩潰從2022年就開始 只是還未到全面跨塔的時候 不過 全面跨塔的一刻很快就要來臨 突破口就是房地產 魯曼認為 房地產這個龐大的演失戶如果跨塔 將直接衝毀債務市場和銀行系統 特別是銀行系統 它相當於中共經濟的三峽大壩 一旦崩壩 華夏大地將赤野千里 如果經濟出現問題 學者認為 那就可能導致中國社會出現動盪 台灣的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張宏林最近對美國之音表示 自1989年六四以來 多數中國人不再關注言論和參政自由權 而不挑戰中共的統治 來換取經濟發展 但近幾年來 不僅中國經濟疲遠 百姓的錢變少 習近平更變本加厲 縮緊社會管控 這恐怕令中國民眾反思 在失去經濟糖果的誘因之後 是否應該挺身而出 找回應有的權力 包括參政和言論權 甚至挑戰北京統治的正當性 值得關注的是 9月28日 彭拜等大陸媒體報導說 上海盛頭集團成立人民武裝部 由上海警備區管轄 人民武裝部是半軍事機構 也就是持有武器 中共讓地方掌握軍事武裝 這件事引發關注 甚至在輿論受管控的支付等 在國內社交媒體上 也出現相關的討論 網民猜測 成立武裝部 可能是準備對付上滿土債的百姓 提前為爛尾樓準備解決方案 原本靠個惡意逃生的母子 也就是尋釁之事 現在對上武裝力量 那就完全不同了 也有自媒體說 現在不是一片長和的法治社會嗎? 為什麼突然出來人無部 那就是社會要出大亂子的前兆 或者說 是當局要再次用軍隊來管制中國 也就是軍管的前兆 近期中國多個經濟大省都傳出公務員、退休教師、 醫生等政府事業單位員工收入下降 有些甚至停身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地方財政吃緊 民眾拿不到工資叫苦連天 深圳某機關公務員林先生 日前向新唐人披露 今年以來 薪水和獎金不斷減少 日子不好過 他說 好像我的工資是一萬九 反正上個月已經少了 少了好幾千元 他還未計每年的職校獎 職校獎是按照級別不同 我們分十二萬多 那部分就虛掉了 十二萬多少了三分之一 我們以前的一個全國性的工資 然後深圳的特區保 還有我這個錢、房保也加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些夏天的 原來叫空調保 現在可能也沒有了 少了好多 大陸做調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也透露 上海區一級的公務員 事業單位人員的年終獎金大幅縮水 以前年終獎高達五、六萬元 現在最多一、兩萬 北京市信義、昌平、平公、門頭購這四個區 要找朝陽區借錢 才能發工資給公務員 目前 中央地方政府財政夫傑 已經靠舉債到日 中共已經要求地方加快發債 林先生說 地方財政本來是靠賣地的 現在房地產不行了 賣地也賣不到 那肯定就財政沒錢 而且現在外企都搬走了 沒有人納稅 工廠也很多倒閉 經濟越來越差 內地已經出現打百條 工資發不出去 就是政府體制內都打百條 我們都是好悲觀 體制內相對來說已經是優先保障 都降了 整個經濟崩潰狀態慢慢越來越嚴重 李先生說 上海眾多大學的老師的獎金 亦銳減 從之前的百分之二十五降到百分之十 他還透露 江蘇南京五月底 已經無法發工資給公務員 這種狀況持續了四個月 林先生說 出不了糧 領導的脾氣也變大了 他說 那天我們黨校的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領導正在探討這個問題 那天所謂的領導直接就說 你不做你可以啊 你辭職 要別人幹嗎 就是劉文的口氣回答 最近網上傳出 江蘇省楊州市 要求各院市區的公職人員 最遲要在2024年3月底前 將2021年發到卡裏的基礎職校長 都退回給政府 如今 減薪潮又蔓延到醫療行業 連北京的醫院也開始減薪 北京同仁醫院的醫生 最近反映8月份的工資大幅縮水 職校獎金和夜班費降幅高達50% 大陸某間醫院的護士張尚明表示 就是醫院有這種改革 就是護士做的是同樣的工作 但是他只是和第三方簽的合同 上夜班 做事情都是一樣 拿的工資就比人家少 我聽同事說還有福利 就是住房補貼 還有五險一金 那個工資金 就是說福利這些都下降了 另外 天津政府事業單位退休教師顏女士 告知自由亞洲 據他了解 天津、南京、大連等地的警察被減薪兩成 他說 那是疫情之後才出現 要求公務員減薪 退還獎金等開始多起來 以前沒有試過 老百姓眼中的鐵飯碗 金飯碗 現在開始減薪了 那不是發生在一個地方 廣東惠州公務員鄭先生表示 除了公務員和醫護大減薪 底層民眾生活才真是很艱難 政府不斷宣傳要擴大消費 但現在老百姓都選擇躺平 例如 天津公共交通司機已經停身3個月 醫保也已經斷繳 官方數據顯示 1月到8月 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總額達人民幣6萬3千億 發行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 截至去年11月 全國地方債務餘額35萬億 中央政府債務餘額累計23萬3千億 合共78萬億 另外 各地政府土地出養金收入罩減 依靠賣地收入支持的地方財政入不敷春 依靠政府財政支付的公務員薪水 事業單位營運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十一之前 江蘇訪民許東青正在住院 等著做心臟手術期間 被地方維穩人員從醫院綁架 現在被監控在家裡 許東青的女兒控訴了中共的暴行 呼籲國際社會和人權機構 關注中國底層維權農民的人權狀況 許東青在日本的大女楊彩英 9月28日告知大紀元記者 地方政府對母親許東青 和妹妹楊麗的迫害過程 楊彩英的媽媽和妹妹 是江蘇常州市金壇區農民 因證地拆遷和欺騙等問題 十多年沒有解決 因而上訪維權 9月4日 妹妹陪母親到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病 在母親住院期間 9月12日 妹妹楊麗曾經到國家訊訪局上訪 要求督促江蘇當局解決訊訪問題 國家訊訪局將問題往下一轉 就不管不問 迫於無奈 楊麗在9月13、14日兩天 前往中南海求助 結果被送到九徑莊救濟中心 後來被常州市信訪人員 和金壇公安扁醫 強行帶到永定門飯店 拘禁近一天之後 才被送回醫院 但在16日中午 再次遭到當局的綁架 遭行政拘留10天 就在楊麗被強制綁架拘留之後 母親許東青獨自留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等待做心臟手術 但在9月28日 地方政府派來五、六個人 他們穿著白袍戴著口罩 偽裝醫護人員 入到病房之後 欺騙許東青要帶他到另一家醫院做檢查 隨後用棉皮包著他 台上做一架救護車 用承索將他綁在擔架上 一路開回常州 不理許東青的病情 將他丟在家門口 楊麗也對大紀元記者 講述了他被綁架的經歷 他說 我在9月16日下午2點多 在北京醫院被綁架 來了六個人 有當地公安局副局長 中隊長還有民警等 他們先將我帶到永定門賓館 叫我打電話給我媽媽 要他出院回家 我不同意 一直到下午6點多 就將我帶回來當地 賓湖派出所 當日就將我送入拘留所 9月27日拘留期滿 警車將他接到派出所 所長威脅他說 下次就不會是拘留 是行政判決 就要坐牢 楊麗回到家後 發現他家外 運來了一個貨櫃箱 街道派來兩個人駐守在那裏 今年3月 當地政府也同樣 放置了貨櫃箱 對他家進行24小時監視 楊彩英非常擔心親人的安全 他說 這已經是我媽媽和妹妹兩人 在半年內 第六次被公安 和不明身份的人員綁架攔截 阻止到北京去看病和上訪 楊彩英還說 前一段時間 我提出信訪申請 要求江蘇省信訪局 王署長履行信訪工作職責 敦促地方解決問題 王署長嘲笑我不夠級別 不予理會 但在下令鎮壓上訪維權 並且患疾病的訪問時 及淚麗風行毫不守軟 楊彩英表示 對江蘇省委官員 以此殘酷的鎮壓暴行 感到震驚和憤怒 他呼籲國際社會 和人權機構 關注中國底層維權農民的人權狀況 中國共產黨建政74週年當日 多個西藏、維吾爾族、內蒙古、香港和台灣等團體 聚集東京舉行抗議 要求中共當局停止侵犯人權等行徑 有來自香港的大學生表示 中共在日本設立海外警察站的媒體報道 令他感到害怕 但繼續抗爭是他身為香港人的責任 另外 東京人權組織 南蒙古大夫拉爾秘書長 戴欽表示 過去70年 蒙古族的歷史被扼殺 草原被摧毀 如果現在不發聲 蒙古族將會一無所有 此外 日本藏人社群成員 單爭共家子春 他在西藏的一名侄女 被當地官員帶走 進行洗腦教育 中共政權試圖改變 藏族年輕人原有的文化 他在日本參與示威抗議 是為那些還留在西藏的人發聲 據西藏之聲9月27日報導 四川瓦巴地區一名叫刺繩的藏人 因為在中國社交媒體發布達麗喇嘛的照片 而遭到當局判刑 他在去年7月份 通過微信發布達麗喇嘛照片之後 隨即受到當局審訊 並在被拘留兩個月之後獲釋 但今年3月初 當局再次拘捕刺繩 並對他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審訊 阿伯縣中級人民法院在秘密審理該案時 禁止刺繩的家人和律師出庭旁聽 並以與境外分裂分子接觸為由 判處刺繩有期徒刑兩年 日本維吾爾協會會長雷德普則表示 如果屈服於北京的壓力並且保持沉默 就會傳達錯誤的信息 令中共當局以為可以通過威脅 而隨心所欲地操控世界 與會的團體當日共同譴責 中共政府的鎮壓和種族滅絕政策 並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北京實施的擴張主義 這集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提示 提示 請點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